小男孩晃晃悠悠地模仿着丧尸走路 因为此时的村民全都变成了可怕的丧尸 如果要逃出这里 必须让村民以为他们是同类 只有这样丧尸才不会伤害他们 一个丧尸见到大壮有点不对劲 上前闻了闻他身上的味道 此时丧尸老大就坐在电线杆上静静观望 了解到对方是自己人后 便对他放下了戒备 但不幸的是 他一抬头却发现了行为可疑的小男孩 他直接一跃而下 就朝着小男孩走了过来 小男孩被吓得不知所措一动不敢动 但这个小男孩可不是一般的小男孩 他直接拿起一条断手就啃了一口 这让丧尸大哥瞬间对他放下了戒备 随后他朝着大壮砍去 感觉大壮不是同类后 他直接仰天长笑 只见丧尸们听到召唤后 一言不合就朝着大壮冲了过去 大壮背下的撒鸭子就赶紧跑 不幸的是 大壮最后掉到了一个十米大坑里 随后丧尸大哥抱着小男孩也走了过来 大哥示意把这断手吃掉 可大壮却宁死不从 下一秒大哥就朝他扑了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大壮醒来后发现 原本都是丧尸的村子 现在却空无一人 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那个小男孩 没过多久他就彻底崩溃了 就在这时一声喇叭 吸引了他的注意 仔细一看 车上下来的人全都是自己梦境里的丧尸 正当大壮一脸疑惑时 他就被几个村民带上了车 紧接着一旁的女人 就向大壮喂食物 正当大壮询问那个村子时 几人却说那个村子早已荒废多年 这让大壮感觉到了不对劲 如果梦境是假的 那么现在自己是在梦境里 还是在现实之中呢 就在这时 大壮发现司机好像有点眼熟 仔细一想 这个人正是自己梦境当中 那个牛魔王丧尸 牛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世界